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维新谈天 国立台湾大学物理学系及天文物理学研究所的教授 以及科学人杂志的新任总编辑孙维新 在我们现场 维新兄 大征兄好 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 新年旅新 谈谈这个新的工作 旅新 科学人杂志我想大家都知道在过去这些年 一直是一个品质跟名声兼具的好的科普杂志 但也因为广大视听大众的阅听习惯改变了 科学人杂志也慢慢它的订货跟销路会下滑 你讲直本了 直本了 对直本了 但是每次我看到直本说老实话 我们都还是很感动 那是一个编得非常好的科普杂志 非常精致 对 然后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就是大疆声音的董事长林永祥 跟他的夫人Karen就把这个摊子接过来 跟王仁文董事长 家伟雄一起来经营 那最近他们找我说 担任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 也就是一个part time 一个兼职的工作 但是能够帮忙看一下每一期的新的文章 我觉得大征兄这是一个最好的best job ever 就是你每天会被逼着去看新的文章 我觉得这种强迫的有恒 对于我们提升知识境界内涵有很大的帮助 不但每天可以看新的文章 还可以理薪水 没有薪水 没有薪水 对没有薪水 我觉得这都是 如果写个总编辑的话 什么有点稿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 你的功德心太厉害了 这才很有功德心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是我的privilege 我能够加入这样一个团队 因为编辑团队都是很完善的 那一群老朋友了 那还有编译委员 很多我们尊敬的教授 学者专家什么的 那这个工作可以持续往前推进 只不过总编辑的名字换了一个不同的总编辑 然后我有机会把我过去所累积下来的认识 国内的这些厉害的学者专家 能够把美国的Scientific American的主要文章来了以后 看跟国内哪些教授能够配合 能够额外去发展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机会 所以还有就是没两个礼拜一次的孙卫星谈天 中间就会多一个单元介绍科学人 是吧 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那我们就讲 因为好多有趣的文章 我们就先往下发展吧 先举个例子 最近看了什么好文章 马上就出版了二月号 二月号并我没有没有直接参加进去 但是二月号呢 现在内容已经定稿了 它是以JWST为博望 已经作为主题曲 这是完全为了欢迎你啊 可是已经请了中央大学 我非常喜欢的尊敬的朋友 陈文平教授老朋友了 他写相关的国内的对应的文章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因为他的文章演讲都言之有误 非常令人期待 所以我自己就能够自我克制了 不会把一页的总编辑的话 发展成实业的特高 但是光是韦伯望远镜 结合社会脉动 能够把最新的知识提供给大家 我觉得这就很精彩了 好了我们的新闻也有跟韦伯有关的 对不对 今天也有好几个跟韦伯有关的 但是先说一下 我认为这个是我们了解一下信息就可以了 因为一月四号会登场的 象限一座流星雨 我们看得到看不到 北部看不到 中南部不知道 整个台湾的大概天气都不是很好 但是说老实话 象限一座流星雨 并不是一个极为壮观 令人期待的流星雨 每一年我想大家简单的记 只是8月跟11月 8月中旬的阴仙座流星雨 11月中旬的狮子座流星雨 那阴仙座是固定 虽然不是那么壮观 但是你总可以看到几颗 狮子座每33年巡回一次 上一次集大集是2001年 所以大春兄下次是 31年 33年 33年 那就是2034年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只要再等10年左右 就会看到12年 12年狮子座流星雨了 其他象猎户座游戏 宝屏座流星雨 象限一座流星雨 有号称什么全年三大流星雨的 那说老实话 如果你没有一个极为良好的天气 天气好 满天星斗 而且不能有大月亮 有了月亮以后 月亮变成光 月亮就是光害 对 那而且是要有一个 呃 四无遮蔽的 辽阔的环境 嗯 没有光害 天黑的 没有月亮 然后天气良好 然后辽阔的环境 这个不太容易 往地上一躺 没有蛇 嗯 蛇是小事 蛇是小事 相信一座流星雨 1月4号 日出前是最佳的观赏时机 只不过 嗯 看得到看不到 呃 真是要靠运气了 下半夜其实就可以了 嗯 但是他会预测 大伦宣 我觉得我这边多插一句话 好 我都觉得现在的科技真厉害啊 嗯 像2001年那一次 我们终于经过了三年的 供估之后 嗯 终于等到 狮子座流星雨的极大的大爆发 是 为什么 因为当时呢 地球刚好穿越过 那个彗星尾巴里面 所留下来的几个主要碎片区之一 嗯 如果你 他彗星走了以后 留了好多杂七杂八的碎片在身后 走得越久 碎片就越稀薄嘛 嗯 这是为什么33年 狮子座那个来一次以后 是 才热闹得很 那那个时候 2001年刚刚彗星走了 可是呢 科学家竟然知道 你如果看这个图很惊讶 他背后 这个彗星背后呢 嗯 有一区两区三区四区 大概有六七个区域是碎片区 嗯 这边标出来是 1866年 这边标出来是1833年 哇 这边标出来是1899年 他连哪一年 1799年 1799年 对 他哪一年 形成的碎片区 科学家都知道 然后地球就是在那一年 2001年穿过其中的一个 嗯 是 这是象限仪座 为什么叫象限仪 象限仪是一个星座的名字 嗯 所以大尊兄 很好 你每次提了 我都发觉 我们想了好多 想跟大伙说的 我们熟悉天上 西洋的星座是88个 是 中国的话 三元四象 二十八 凶的是另外一回事 有机会再谈 但西洋的88个星座呢 可不是从巴比伦年代就有了 最早最早的星座 很早的都是跟希腊神话 罗马神话结合在一块的 英仙座啊 或者是先后座 先王 这些大雄小雄 那些神话故事的 但是到后来 那近代的天国学家 不断的有新的星座的名称 把你比较暗的星 凑在一块 象限仪做事 你还有显微镜座 还有苍蝇座 船帆座 船底座 还有亡谷座 亡谷 促谷不入乌池 那个谷 那个是捕鱼的 对对对捕鱼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些思考 中西方有它的相意 跟相同处 中国也是 中国古说的新观 你连坟都有 坟墓的坟 坟墓的坟都有 有马车 御夫座 那是西洋御夫座 我们就有驾马车 有造妇啊 有什么东西 都你把整个社会 反映到天上去 是 还有就是天文观测者的眼睛 实在是厉害 他能够组织起来 天空之中 那些个个别的心动 那不是眼睛 那是心智 他幻想的能力 如此厉害 而且他不重复 对不对 他是不会说 这个星座跟那个星座 有 他会有重复的 飞马座 飞马座其实 不像是一匹飞马 他就是那个 旁边鹰仙座 骑着飞马 去斩妖除魔的 那个飞马 Pegasus 飞马 隔壁界的 他那个飞马的 长得其实不像飞马 像是一个棒球场 你真的看得出来 本蕾一蕾二蕾三蕾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蕾 是跟旁边仙女座 共用一颗星 对 所以有一些星座的星 是会互相 我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 有这样子的 愚蠢的错误 你不是 还一眼睛看 还可以看出一把伞来 对 有很多 有一些人说 一定要有天兔 特别喜欢兔子 有人特别喜欢猫 说我可以把我毕生的 天国悬下的荣誉换天上一定要有一个天猫座 还真的有这样一回事 但是大顺雄还是话说回来啊 大家对这个星座呢 反正听听笑笑就可以了 譬如我们刚讲飞马座的四颗主要的量星 距离我们都不一样 北斗七星七颗星跟我们距离距离都不一样 只不过我们刚好在地球这个方向 把它平面化了 平面化了 对对对 否则你换个角度看的绝对都不一样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的天文新闻 推动太空产业的发展国家太空中心 也就从1月1号开始改制为行政法人 本来是财团法人 没有本来是公务机构啊 本来是在国科会后来有一段时间变成科技部嘛 现在又被回到了国科会底下的国家实验研究院 国研院底下的八个中心还是十个中心之一的 所以它的位阶很低 经费也没有办法大幅的提升 但是你要去跟人家做太空发展的竞赛跟合作 你没有足够的经费是没有办法 当时我还记得我们在节目里说过 太空中心我们去看了服务5号跟7号 我才知道太空中心编制200人 我说科博馆都有360个人了 国家太空中心只有200个人 所以后来现在天上剩下来的台湾的卫星呢 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 目前剩下五号跟七号在运作 那我觉得很小小的高兴是什么 因为这两个发射的时候是我在主持直播的 主持发射 但是我好高兴有一回总统来了 那我坐在主播台上 眼睛看着当时的太空中心主任林主任 余光就飘向总统 然后我说太空中心表现极端解除 百分之百发射成功率 但是经费太低 层级太差了 总统什么表情 他听进去 所以能够放松改成行政法 仍然把位阶提升了 提升到国科卫下面 我觉得这样的话 他本身的弹性就大得多 否则你今天到后面你会看到 韩国的日本的阿联酋的 什么国家都已经上去了 国家太空中心的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也改了 对 大春兄你提这个很有意思 最早最早是 National Space Program Office 国家太空计划室 后来变成National Space Center 国家太空中心 现在把它叫个名字叫做 TASA 日本也叫JAXA J-A-X-A 那是日本的 所以台湾搞个TASA 我觉得这也是NASA做出来一个名声 每个国家都把它自己的名字 弄得跟NASA长得差不多 我们到底现在还可能最快 会推出什么样的太空计划 太空计划第三期已经定案了 再往后的十年 要发射十个低轨道的通信卫星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好些人都觉得 这不是能够激励年轻人 他比较产业化 你去做发展产业 去承接别人的OEM的工作 所以会希望能够探月 果然最近探月放进了三期太空计划 其中的一个环节 台湾要探月 对啊 今天我们的新闻里面 韩国的有个太空船 丹鲁里赏月号 已经进入月球轨道 韩国哎 所以不是很希望球赛都要打败韩国 好想打败韩国 是啊是啊 好 美中月球竞赛 愈演愈烈 而且看起来有那么一个 今后两年会决胜负的预测 是这样吗 我任何时间都在决胜负了 那你说这其实我觉得又像是另外一个美国人提出来的 一方面要钱 一方面希望美国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 因为他这里面美国新成立的太空军参谋长 嗯 叫做叫Nina 你可以听到Nina就应该是一个女士 女士了 这是美国的太空军的陆海空军 海军陆战队 还有国民兵之外的这个太空军参谋长 Nina 他去年12月在澳洲的时候说了 大陆完全可能赶上美国并超越美国 绝对 然后他说大陆的速度令人震惊的快 所以我觉得美国要把 当然你要争取经费 就得要强调敌方的威胁有多大 所以这是太空军参谋长的意见 所以要把它放在这个脉络里去想 因为他是为了要争取国防经费 嗯 是吧 对你可以想象这是其中一个 夸大敌人的这个战力 对 然后你会觉得他们讲话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是为什么曾任佛州联邦参议员 跟美国太空人的NASA 现在的署长Bill Nelson 记得米尼尔森吗 嗯 他说了美国跟中国就在太空竞赛 ING正进行中 他说你只要看到 中国会有非常aggressive 侵略性的方法来做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看 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做法就知道 奇怪这个南沙跟太空是什么关系啊 对啊 这个NASA去讲南沙群岛 好像好像有点过了界了 我觉得好奇怪 那你就知道他这种仇中的心情 一种心理的创造这样的心态 最近不是飞机两架飞得挺近的 靠近三米吗 那可能他们就会想未来 我们在月球上美国盖个房子以后 大陆就一定要挤在旁边三米 再搞个房子 我觉得你好好自己做 别人超越不了你就行了吗 那美国现在 这场Artemis 1 已经成功的回来了 那Artemis 2 就会带着太空人去月球绕几圈 不登陆 Artemis 3 就是把人放上去 为什么这么赶落赶落的 就是因为大陆准备在时间之内 把人放上去 好像美国国会并没有 如NASA所愿 同意他请求的全部经费 Somehow 这不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美国国会不是 Always do that 所以Nina也好 Nelton也好 会讲这些话 对 干脆就拿中美的竞争来做题目 对啊 大政兄 如果你说 你要去要经费 可是你说我们一帆风顺 没有竞争者 你觉得你要得到经费吗 好 不过不管怎么说 大陆的太空计划 企图心十足 他已经宣布 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 达成太空人登陆月球的目标了 对 我觉得这是说的 你只要看说的就知道 规划已经超越十年以前了 那超越十年之后 也就是现在各国都应该在规划 在月球上盖房子 还有就是SpaceX也有新闻 完成了2022年的第60次轨道发射 这是前一年 也就是三四天以前吧 对对 12月29号 六十分及格了 不是不是 六十次轨道发射 对呀 他一年发射了六十次 去年是多少 你要问 那去年是多少 知道他的成长率吗 去年是三十一次 你讲的去年是2021 sorry 2021 前年 前年是发射三十一次 对 但是去年 也就是两三天 两天以前 12月28号 赶在年底之前 跨年之前呢 54颗星链卫星 Starlink 我的天哪 Starlink的第二代 也就是Generation 2 那美国的FCC 批准了 7500克 他申请3万克 批准了7500克 其实呢 这就是 回到科学人杂志 三月号的文章 里面就有一个天文学家 开始认真注意到 到底这些人造卫星 对天文观测的影响 是 我都可以想象 那一期的总编辑的话 标题是什么了 你已经想好了 我想好了 八个字 明亮的夜 人造的星 明亮的夜指的是 天文学家受不了的地面光害 是 第二个更糟糕 是天上 已经破坏的差不多了 你这工作非常超前部署 三月份那种面积的话 现在已经讲好了 我是跟 美国跟中国的登月计划学的 具体来讲 这7500克 第二代的卫星 会发射离地大概多远 这500多公里 500多公里 这是很糟糕的 因为它是离地面够近 所以它上面太阳能板 如果反射太阳光 地面看得一清二楚 哈勃望远镜就在470公里的地方 也就是大尊兄 如果你跟好朋友 躺在夜空底下草地上 湿力好 天气好 你会看得到低轨道卫星 缓慢的从头上过去的 包含哈勃望远镜 包含太空梭 都看得到 我会看到好朋友 我会干嘛看天上 对我知道 好了 大陆试验10号 这叫什么 02星 成功入轨 对这个为什么摆在这个地方 10号02星 是因为它现在大陆已经得到了全年发射54次 刚刚讲SpaceX60次 对 那大陆全年的54次 当你说大陆举一国之力 它是公家机构来发射 那没话说 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吗 是 那美国竟然是民间企业做到60次 所以我意思是说大陆现在起来了 它也54次了 更不用说它在海南岛做了民间发射基地 而那个民间当你接收世界各地委托它发射的 显然的就 那会四次入会更多了 所以太空以后这个产业会是一个杀了头破血流的地方 是 来谈谈大陆的新型火箭 它这个火箭是海上热发射 什么意思 也就是你不要摆在地上 你在地上的话 你发射 它第一个你环境污染 第二个你要取得土地 周边你像我们在台湾在台东在屏东要发射 九棚啊或者是续海那边就会碰到困扰嘛 那你发射出去了以后 你比较你花很多时间做准备 海上的话 你海上能够扶台 你爱拖到哪发射就哪发射 但这个地方有个名词叫海上热发射 热 冷热的热 冷热的热 它有冷发射跟热发射 怎么说 冷发射的话 就是你想办法让它先弹跳上去 对呀 让火箭弹跳上去 对对对 火箭 它从哪里弹跳到哪里 给它一个蹦床 我说它先用一个弹射的方法 把火箭弹到半空中 那个时候再点火发射出去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孙维新谈天 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 孙维新在我们的现场 需要习惯一下 真是 这个title比较短一点 好念 对对对 大人生你刚刚讲到那个 微冷 对 微冷跟热发射 对没有 我只是想到了诗词 因为上个月底吧 12月30号 科博馆创馆馆长汉宝德先生 是 在纪念馆 在他女儿汉可凡 跟家人的捐赠 跟南一大的支持底下 摇人喜建筑师设计的 在南一大落成了 是 所以我们到那去看 但是呢 那个时候就看到汉先生的书法 用高倍投影机 强力的打在墙上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讲 苏东坡写李广的 讲将军引霸夜归来 那个看了好感动 最后呢 沙窗外携风细雨 一阵清寒 你刚刚念那个 讲那个微冷 让我想到了苏东坡的诗 大人兄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什么地方都给人家这样的感触 哦是吗 你那么多愁善感 怎么怪了我身上来了 我只是顺借这个机会 广告一下 那个南一大的汉宝德先生的纪念馆 是 很特别 值得一去 所以直接进校园就可以看 应该是吧 学校不都是对外公开的吗 台南艺术大学我不知道 OK 接下来 刚才提到的还没讲完的 运载火箭热发射 之前还要有一个弹跳的环节 是吧 对 说弹跳有点搞笑了 就是把它弹射上去 它怎么弹呢 就是到底火箭原先在哪里 是在 也是在发射台上面 但是那个火箭发射台上的 主要结构就是一个弹射架 它是把火箭射上 弹上去了以后 那射到比较高空再点火 那就可以保护发射平台 你不要每次一发射以后 那个高温高热喷下来以后 发射平台就需要重新的回去整理了 那如果那样子 但是你在地面上 在辅台上面发射的话 你就有太多需要考虑的 限定的现象 所以它如果能弹射在高空发射点火 那是 它多高的高空 也还好 不会太多 我不知道 详细细节 可能看每次它不一样 但是弹射到高空再点火 那你就知道 那个重量不会太重 火箭本身重量不太重 它优点是保护着发射平台 那大陆这一次 一箭十四星 一个火箭里面有十四颗卫星 在海上热发射 而且大陆兄啊 海上 你如果在海上发射的话 基本上你拉到哪里去都可以发射 因为你要进入到地球 绕地球的不同角度的轨道 那是跟你的纬度有很大关系的 是 所以你走不同的纬度的海面 你都可以选择不同的那个发射轨道 那其实弹性就大很多 听起来好像还是一个军事活动 虽然是一个科学 美国当年的探空火箭 台湾那时候搞太空计划 就跟美国讲 我们要做太空 探空火箭 射上去就掉下来 不进轨道的探空火箭 美国人不愿意啊 表示严重关切啊 一关切就没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探空火箭 当年就是洲际弹道飞弹 他把炸药拿出来 把一器装进去 就变成科学家用的探空火箭 那如果给你一个支援台湾的话 你把一器拿出来 把炸药装回去 台湾就强大了 强大了 我的国就强了 但是各种强大的实验 或者是探索 都要付出代价 对 你看那个探空火箭 早期 它是平的 横的掉挂在那个地方的 要发射的时候 上面的房子移开了 上面的房子滑开以后 发射架竖起来 然后直接射上去的 这是科学探空火箭 根本就是弹道飞弹嘛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分野的 有一个欧洲的火箭 支女星C型火箭 升空之后不见了 这看起来也像是个准军事行动 没有没有 欧洲是把说法国德国意大利 这些国家结合在一起 是欧盟的 他们叫欧空局 或者是欧洲太空总署 ESA 美国叫NASA 欧洲叫ESA 那结果呢 欧洲的ESA有两个 我们简单说两个大小火箭 一个大火箭就是亚利安 我们叫Arian 美国法国人叫做Arian 那亚利安火箭都是5号 特别巨大 送很多大大卫星出去的 现在准备发展 亚利安6号 一直在等 小火箭的就是支女星Vega 那结果大家把小火箭Vega 当作是未来可以抢小型卫星市场的火箭 结果呢 21号 在法蜀关亚那发射升空 失去了踪影 不见了 对上面有两个Airbus 空中巴士的卫星就没有了 所以通常你不见了 你会知道他去哪里 等一下不是空中巴士飞机吧 两颗空中巴士公司的人造卫星 空中巴士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太空公司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是Airbus DLR他们所做的卫星 但本来亚利安太空公司 自己就说的任务失败了 因为原来大的就是亚利安火箭 小的支女星 他对这个寄予厚望 未来可以去争取市场的 那这次又是一个蛮惨烈的失败 通常你失败的话 你在地面上点燃不起来 发射不了 那再修就好了 射到空中爆炸了 至少他上去在哪里了 那射上去以后他就不见了 也不知道失败的原因 也不知道落相何方 通讯中断了就没了 离家出走 所以这条新闻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新闻 目前还没有 希望下一回我们能够找到他在哪里 是 不在家后院 但至少他没有在对地面 对人烟丰富的地方着陆的 因为你要那样的话早就知道了 联合号 俄罗斯的联合号 也出现了问题是吧 这是国际太空站上面 正停留在那边的俄罗斯的联合号 或者叫联盟号 So use太空船 那个太空船是要把上面三个人 三月份要带回地面的 结果冷却剂 冷却剂外泄 那你这个太空船就基本上不能搭了 因为在太空里面的温度是极热跟极冷 我们常开玩笑 你绕到的太阳底下 绕地球一圈一个半小时 绕太阳底下 你温度可以到180度200度摄氏度 绕到地球阴影的话 你会掉到零下100多度 所以你需要太空船本身有一个 隔热冷却跟保温的一个机制 那结果呢 这个太空船是第32号 他们三个两个俄国人 一个美国人 三个太空人 搭这个So use俄国太空船上去的 结果这个MS22上去以后 停在那个地方 人上去工作了 是 下一班是MS23 他们要带三个人上来 那上来他接另外一个口 然后三个人停在那个地方 谁搭什么车来 你就原车返回 那所以这三个 在上面已经工作了大半年的人 他应该搭MS22的车回去 他原来自己的船 但现在这个船出问题了 他们搭不了 情况很危急吗 没有太危急 因为你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思考要怎么办 两个月修那个冷却机外泄 那个没有救了 那个冷却机没有了 他现在只是把门打开 让那个MS22的那个联盟号太空船 可以跟国际太空站里面的空气相连通 所以你可以还进到里面拿东西啊 休息啊什么的 温度差不多 但如果你把这门一关上 瞬间他的温度就会飙高 是 所以人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要回来啊 大陆的走得快 上去接了快 下来回来 那美国跟俄国的回来都比较慢 你空中如果要待19个小时 你觉得你受得了吗 在一个极热的环境里面 而且那么高 他难道不会有些物件会烧掉吗 倒还好 他热只是对人不舒服 设备是烧不坏的 但是你人就没有办法进到里面 门关以后脱离太空站 花十几个小时回到地面 那十几个小时会把人热死的 好像只不过就是一个几公里宽的洞 影响到太空飞行器的 一个冷却剂的管子 所以小问题就变大问题 但是现在有几种可能 一个是俄国乖乖认赔 然后把另外一个MS23的空壳子发射上去 给你一个空车带回来 MS23上去以后把人接回来 MS22那个出问题的呢 叫他自己飞回来 是这样做的 他反正冷冷热热 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 但是在那样的温度变化之下 他会听话吗 也还好 应该还好 因为他几百摄氏度的话 都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太空船的外侧是可以抗1400摄氏度的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除了俄国人要讲自己 因为你知道你把MS23发上去以后 把三个人带回来 那你原来MS23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也没有三个人上去了 但是呢 有另外一个想法 Call NASA 以前叫Call NASA 出了任何问题 Call NASA 现在是Call SpaceX 说SpaceX在另外一边 他有个crew太空船 MS22在这边出问题了 在另外一头是Crew Dragon 正在那里 正在那个地方的 所以我可以想象 这两个之间有多多元的距离 反正整个太空站的距离 那两个俄国人加一个美国人 眼光都是偶尔会飘向那一端 有没有可能咱们搭那个船回去 但问题是 那个船上面本来就有三个人在地边工作 现在上面总共有七个人 有七个人 那三个人要下来 那你知道他们说什么 他们问SpaceX说 能不能挤一下 搭个便车 结果能不能呢 现在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 马斯克还在等 对啊 你推朵 座位费要怎么样收 对啊 好 接下来是NASA向 对 这个是求救的是吧 对 就是要去救这个 南韩 南韩的第一个月球探测器 刚才说了 叫Danuli Danuli 对 Danuli 赏月号 Danuli 他不错 他叫赏月 所以总是跟月球有关系的 进入月球轨道了 对对对 喝酒赏月啊 什么的 那他这个任务呢 总重678公斤 有六个科学仪器 我觉得韩国真的是 野望很大 那他已经 他用的是一个低能量的轨道 你看美国的阿波罗任务 或者美国的阿尔利米斯任务 一个礼拜就来回了 发射以后快的话 两天三天就到月球了 韩国这是8月4号 他的太空船搭着SpaceX设计上去的 经过了134天的省游旅程 慢慢来 不急 他也不知道跟美国跟中国去争什么 对 阿里郎有的是时间 慢慢来 慢慢好 然后他的圆圈 你看下一页上面很好玩 他的轨道就越化越大 越化越大 那最后呢 做几次机动入轨 那能够进到月球旁边去了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刚才我们讲到了南韩的 Dan Nudie 要进入月球轨道了 中国的嫦娥5号的月球原始样本 也改变了科学家过去的观点 谈谈这个话题 好的 那个中国大陆的嫦娥3号降落在鱼海的旁边 鱼海跟鸿湾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的话 那是两个 我觉得月球上表面最漂亮的陨石坑 鱼海很巨大 红湾小小在他的左上角 特别美 阿波罗15号在鱼海这边 那嫦娥3号在鸿湾那个地方 但是呢 嫦娥4号就跑到月球背面南极的地方 埃德肯盆地了 那嫦娥5号是落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这些地方的选择 有它科学的深意的 因为美国过去阿波罗任务 或者是早期没有人的 surveyor探测者的任务呢 测量者的任务了 他们多半看到的地质历史 是月球三十几亿年以前的 月球是四十六亿年 以前跟地球同时形成 几乎是 只差几千万年 但是呢 另外一部分就是二十几亿年到现在 新的 所以美国人的探索之后 在二十几亿年前到三十几亿年前的 这段时间是空白的 所以中国的嫦娥4号跟5号 就选择了这段地质历史去降落 我不太懂 二十几亿跟三十几亿年之间 会在一个特定的地质区域吗 对 因为月球表面也会变化的 你看我们看表面 很多海 雨海 暴风雨海 然后什么宁静海 那其实是当年火山喷发出来的 岩浆把那些地方填平了 所以你会知道年龄 为什么 因为填平了以后 上面再落上去的陨石坑都是新的 所以你会比较容易判断年纪 但是月球背面长不一样 月球背面就是好多陨石坑 比较少这些海 月球南极的埃德根盆地 你都基本知道什么时候撞的 所以 但是月球形成了以后 不同表面上 在不同时间会经过了不同的地貌地形地貌的变化 那这是我是有一回碰到了嫦娥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叫欧阳自远院士 也是七八八十岁的老先生了 那他当时是把嫦娥计划推动起来 所以外号叫嫦娥之父 别人给他的封号嫦娥之父 见他的面我就说 您就是嫦娥之父 那就是后裔的岳父 对了 那他说了 他说特别嫦娥计划选的着陆点呢 就是希望补充过去的missing links 那些失落的环节 把整个地球的历史都研究一遍 他就证明月球其实并没有死 月球还是有很活跃的地下的活动的 我的天哪 他的研究里面还列出来有七种岩石 是外来的 这个所谓的外来可以说一说 好像也还是在月球里面 对他可能是你在地形地貌 因为地质活动变化所产生的出来的 落在地球四周的 落在月球四周的这些石头 月球主要地点四周石头 或者是外来撞击 他撞击到附近别的地方以后 喷发出来的东西落到你这个区域里面 那个叫外来的 是 所以呢 他在这个地方 他列出来七种岩石都是外来的 但是他我觉得有趣的是 他找了很多是新型的月球岩石 他叫月球石 是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那这些大家有兴趣再仔细看好了 好的 接下来是 韦伯太空望远镜公布了初期拍摄的 宇宙悬崖的照片 宇宙悬崖 跳下宇宙悬崖 对 他那个图像是很壮观的 就大家如果去看 韦伯当年所发展出来的这样子的那个图像 就会发现那其实红外线观测真的有他的优点 因为你可以穿透到灰尘云气的深部 去看到那些刚刚形成的恒星的样子 那这是所谓的跳下宇宙悬崖 也不是真的跳悬崖了 而是说那些灰尘结合在一起 好像丘陵连绵起伏的山峰的感觉 但是大正兄啊 我觉得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那个悬崖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把那个大的图拿上来以后 你会发觉那个悬崖看起来壮观的不得了 真的好像是喜马拉雅山连的风风相连到天边 实际上呢 它就是一大堆云气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边而已 所以这个图看了以后真觉得非常壮观 其他地方有多少精彩的东西 还没有人去探索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开玩笑 我们在NASA工作的时候 每次都要强调自己设计的任务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但你直接结果你知道吗 你设计的任务就会创造更多的问题 因为你的视野打开了 当你的视野拓宽以后 你会知道有更多值得你去研究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什么 这个韦伯太空眼镜是红外线 红外线主要是红外线 对它几乎没什么很面光 它这个拍摄到的这一些风风相连到天边的这个影像 是有实际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尺寸吗 哇这尺寸还是很大 很非常宽广的 就是星云的尺寸 星云的尺寸可能是几光年到几十光年 那样大小 但是呢红外线的意思是说 我们肉眼是看不到这些灰尘的 因为它所发出来的红外线肉眼是感觉不到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拿可见光往显去拍摄这个地方的话 你只会看到一团黑 没有东西的 那如果你拿红外线的侦测器的话 它就亮起来了 这些地方就亮起 所以你现在看到亮的地方是因为它会发出红外线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出红外线 我们的体温是让我们发红外线 我们没有办法发可见光除了宋七里 所以如果你拿红外线的相机来拍大春兄的话 大春兄周遭就发出了光芒 全身发出光芒来 那也是你平常的感觉是吧 红的绿的 但是重点是除了这个尾伯望远镜的新的影像之外 尾伯望远镜最近也是命运多乖还是多舛 多舛多乖都可以 有两个问题 前几个礼拜我们没有提的一个是 它被围流星打到 围流星 围流星 它不是有十八面六角形的镜子吗 那每个镜子都可以算作主镜之一吗 合在一起 就有一个主镜被稍微大一点的围流星打到了 结果它不但有点损害 而且它是偏了一点 那可以调回来的 但是它现在就需要把尾伯望远镜的方向整个移开 为什么因为它会知道什么时候是比较多的围流星聚集区会过来 那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12月 我的天哪 看着下出一身冷汗来 12月7号开始 尾伯望远镜间歇性的进入安全模式 为什么 软体出问题了 软体故障 那花了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调试了以后 这两个礼拜申请到这两个礼拜的时间的人会痛哭 当然以后会补给他时间 以前我们在NAS工作就发觉你卫星出问题的话 时间以后会补给你 但是你充满了期待却露空了 但还好在12月下旬呢 又重新修好了以后 又进入了正常的操作模式 这样的事情以后会常常发生吗 希望不要 因为你如果发展出他自己遥控修不好的东西的话 那就很麻烦 人去不了的 是又在那么远的地方 也要150万公里 是 但是这一个这期科学人杂志2月号的主题 谈这个东西 真的大家有空的话 有可能找来看一看 因为封面故事也是他 我自己觉得 我给他的一句话 就是他是现在的青壮年的 科学家 天文学家 往后20年主要的探索工具 是 哈勃基本上已经退到第二线了 但是我们有哈勃的消息 更多的民间太空公司请求 要提升哈勃望远镜轨道的提案 这看起来是对于韦伯不是太放心 不不不 对于韦伯还是充满 充满期待 充满期待 但是哈勃还是把它提高 这个提高哈勃的这个请求 很有趣 对对对 是要让他多服役一些 对就像你说你有两个 一个大灶一个小灶吧 大灶当然火烧的正旺 在那边煮菜煮饭的 小灶你也不希望他停掉 那能够挽救的话 哈勃为什么 因为他即使在470公里的高度 也还是有一些残存的大气 虽然我们说大气 绝大多数都在10公里以下了 在对流层 对但是呢 他在那么高的地方 还是会碰到空气分子撞击 撞击以后呢 他减速就会掉下进入更低的轨道 是 那你越进入越低的轨道 空气分子力度越大 越不远回去了 对越摩擦力越来越强 那如果你不去做轨道提升的话 他等10年之内就会烧在大气里面了 这个提升要如何去完成 我们以前有过五次 看过五次提升 都是靠太空梭 但太空梭现在已经退役了 没有了 太空梭就是飞到哈勃往一旁 追上去以后 把它抓过来摆在尾巴上面 一方面修 一方面换仪器测试啊什么的 一方面太空梭往上飞 是 飞高了可能十几二十二三十公里 它就可以又存活好一段时间 那现在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太空梭了 那希望民间的望远 民间的太空SpaceX 它的那个火箭能够上去帮忙 把哈勃再往上提高一些距离 大概提高多少 我猜想也不过就是二三十三四十公里吧 提高几万公尺而已 几十公里 十公里的话就是一万公尺 对我不知道 看他们的设计是怎么样 那如果能够提高更多的话 当然效果就更好 是 好的 我们再见了 两个礼拜以后再见 2 3 4 2 2 3 3 3 4